沈慧虹 加油 新竹市府員工列隊掌聲加尖叫 歡迎副市長沈慧虹 他三號辭職 將投入新竹市長選證 市府舉辦的感恩歡迎送會上 市長林志堅 送上一雙鞋祝福選證 走得好也走得快 温暖堅定的特質 能夠在市民的支持之下 帶著滿滿的祝福 重新回到新竹市政府 相較於沈慧虹辭職之後 全新備證 可能對手高宏安還沒下定決心 像我們看到新竹在實踐 這個2030雙語國家政策的 另一位高宏安召開記者會 聚焦主事議題 帶著兩位民眾黨新竹市議員 參選人儼然有母雞姿態 近日跟針對新竹市政多索批評 不過民眾黨原定一號選決會 拍板新竹人選 臨時決議時辰推延到七月十一 戶籍不在新竹市的立委 那整天對著新竹的生活跟公共建設 說三道四 希望他趕快把戶籍籤來新竹市 24小時住在新竹市 不要在遠方一直對我們說三道四 七月二十六號就是最後簽戶籍日 高宏安還沒下定決心要參選 似乎還在觀望前老闆 紅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是否相替 其實郭董也是我們很好情義的一個對象 要爭取新竹市的建設跟竹科的建設 一定想到是柯建民總招 而不會是想到我們高宏安委員 為這塊竹科發展而努力的人 不會是只有從中間殺進來的人 相較於高宏安態度愁愁 省慧紅展現戰力 準備好從溫柔形象副市長 轉換成新竹市長參選人 要替民進黨延續竹市執政 三零旋律為定帳號一馬日魂 新竹報道